我看了陷高4米5 我的车子我知道是4米3左右 就没事我就开了 结果卡在那里了一下 大货车撞上陷高杆 或者撞上桥梁 龙门架等新闻 我们应该都看到过 这种事故的发生 多数可能都是司机忽视 陷高架的标派提醒 或者是疲劳驾驶等导致的 但是还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司机明明注意到了 但是还是发生了碰撞的情况 安徽的货车师傅在跑车时 经过齐汉新城过一个桥洞时 被卡住了 事故造成乡市货车大粮和车厢严重受损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货车的整个车厢上部 全部都变了形 货车内的运输商品 也有不少损坏 张师傅找人看了一下 不算停运的运输费用 就车子的维修费和商品赔偿费用 初步预算就在10万元以上 事情发生之后 张师傅第一时间报了警 民警赶到后 也对现场进行了勘查测量 交警先对张师傅的车辆 进行了高度测量 实际高度为4米25 我们看到桥体悬挂的 线高标识为4米5 既然张师傅的车辆比线高高度低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多少 423 多少 4米3 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测量 再次测量了 以便桥体到地面的高度 和张师傅车辆的高度 最后确定 问题并不出在张师傅身上 而是出在这个桥体的线高标识上 就是因为这个桥上的线高牌 误导了张师傅 交警部门也给出了通知书 通知书上表示 张师傅货车总高度为425厘米 桥栋线高标识为450厘米 因线高标识设置有误 该案不属于交通事故 于是我们联系了二 三 四公路管理单位 那个公路局嘛 人家说让我找那个房间公司 房间公司我也不知道在哪 我有一个外地人来到这儿 哪里能找到你 令我们记者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这么一条路 居然在未来的几天里 陪同张师傅讨说法的路上 来来回回的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却始终没有一个能站出来负责的 先到了交通运输局 又让去找房间公司 到了房间公司之后 又说路是他们改造的 但是线高标识不是他们悬挂的 谁挂的去找谁 交通是咱的 线高标是咱的 线高标是谁 那把你去找 我不知道 我说你站在桥上的 谁去找你 我们没有赐得给桥上做任何东西 你要我们找是 最后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陪同张师傅 去大约有类似部门的 相关单位进行咨询 于是来到了路证执法单位 工作人员在了解相关情况之后 这条路是归西同路证大队管理的 应该去找他们 于是又来到了 西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给出的回复 是这条路实际限高是对的 但是在之后的几年 又重新铺过两次路 所以路面被抬高 经过四五个职能部门踢皮球后 我们又再次找到了 西汉新城的房建公司 来来回回的这么多家单位 来回推诿 没有一个承担责任 路是谁修的 我刚找到 找到你们十一路 让我下来找你们 路上都是我们修的 那我们修了路了 那路上所有的交通事故 所有的把鞋磕了碰了 我们还要受理吗 跑了几天之后 问题依旧没人受理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已经报道 立刻引来了大量的关注 最后我们调查员也接到了后续的情况 在西汉新城交警部门的确认下 这件事应该由房建公司负责 对于张师傅车辆赔偿问题 在交警部门的见证下 由公路的建设方 赔偿张师傅车辆维修费 及务工费 共计八万一千元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 西汉新城就此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 对公路设施进行全面的整改 杜绝此事件的再次发生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要说的吗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